好,我們來看第四題 求下列各組數的最大公因數 那我們剛剛講完 這最大公因數怎麼找呢 找出共同的直因數 找出共同的直因數裡面 次數最低的 為什麼次數最低的呢 因為要大家都能夠拿得出來 才會是共同的 好,所以我們來看 共同的直因數有2 所以勒 最大公因數一定有2 那我是一次方啊 你是兩次方 所以最低的就是一次方 第二個共同的直因數有3 我的3是三次方 你的3是兩次方 所以最低的是兩次方 再來勒 5 你沒有5 所以不是我們共同的直因數 你有7但是我沒有7 所以也不是共同的直因數 因此啊,我們就知道呢 他的最大公因數就是 2乘以 3的2次方 這就是他的 最大公因數 所以怎麼找 找出共同直因數中 他的次數最低的 他的次數最低的 就是他的 最大公因數 那為什麼最大公因數 是次數最低的 很簡單 這個次數啊 要大家都能夠拿得出來 他才是公因數 再來我們看第2小題 求下列各組數的最大公因數 那首先呢 我們要找出共同的直因數 可是這裡面有一些 還沒有做直因數分解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要先整理 第一個 15乘以10 15可以拆乘3乘以5 10可以拆乘2乘以5 所以勒 從小到大他就是 2乘以3乘以2個5 也就是5的2次方 5的2次方 第二個勒 2乘以3的平方乘以55 這個55可以再拆啊 所以2乘以3的平方照照 55是5乘以11 所以他的 直因數分解的 標準分解式就長這樣 再來第3個勒是18乘以10 18可以拆乘2乘以9 那9可以再拆乘3乘以3 10可以拆乘2乘以5 所以由小到大就是兩個5 也就是2的2次方 乘以兩個3 3的2次方 乘以一個5 這就是他的標準分解式 所以我們把3個數的 標準分解式都找出來了 接著我們就要進行 這個題目要我們做的 就是找出他的最大公因數 他的最大公因數怎麼找 共同的直因數裡面 次方數最低的 那共同的直因數 有2 那我的2有一次方 你的2有一次方 你的2有兩次方 那沒有辦法拿到兩次方啊 因為第一個跟第二個拿不出來 所以最多只能一次方 再來共同的直因數還有誰 還有3 我有一個3 你有兩個3 你有兩個3 但是我們最低的只有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拿不出兩個3 第一個數字拿不出兩個3 再來我們共同的直因數還有誰 還有5 我有兩個5 你有一個5 你有一個5 最低次方就是一個5 因此啊我就知道說 最大公因數呢 就是2乘以3乘以5 再來我們看第3小題 求下列各組數的最大公因數 那我們要用他的標準分解式來判斷啊 可是這裡呢 他還沒有變成標準分解式嘛 那所以我們來整理一下 第一個 2的3之方乘以71 這個71 已經是直數了 所以沒有辦法再對他分解 這就是他的標準分解式 200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200用直因數分解 2 100 再用2 50 再用2 25 然後 5跟5 所以他是三個2相乘 再乘以兩個5 也就是 2的3次方 乘以5的 2次方 這是200 那麼104呢 我們來分解看看 50 52 再用2 26 再用2 13 所以他是三個2相乘 104啊 就是2的3次方 乘以13 因此三個數字的標準分解式我們都做出來 那麼最大共因數要找他共同次數最低的 那共同的有誰 共同的有2 次數最低 我有三個2 你有三個2 你也有三個2 所以次數最低是2的3次方 其他還有沒有共同的直因數 我有5 但是另外兩個沒有 我有13 另外兩個沒有 我有71 但是另外兩個沒有 所以 共同的直因數裡面次數最低的 所以就是2的3次方